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糊涂 我就想知道他这个电话的另一头道理是什么样的秘密 我不想再想起以前那些不堪的历史 但是先逃 所以你绝不是一个成熟者的介绍 有请节目主持 赵川 欢迎各位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综艺节目 爱情保卫战 屏幕的下方已经打出了我们的联络方式 如果你在爱情大陆上碰到了坎坷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络方式来联系我们 接下来我们首先感谢海龙凯乐眼镜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本班还要感谢一下今天现场 来自于真心瓜子和踏浪电动车的观众朋友 谢谢你们的到来 欢迎你们 按照惯例还是来介绍一下 今天帮助情侣们的专家老师们 他们分别是大家很熟悉的心理学博士 于吉敬 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情感专家黄欢华老师 下一位是非常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万峰万老师 欢迎万老师 欢迎三位 大家最期待的应该是看到 今天第一队走进这个节目 来捍卫他们爱情的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 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和我的女朋友是在一次婚礼上相识的 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了 我这个人平时有一个爱好 我喜欢写日记 有一天我发现他的日记 我打开看了一下日记 里边的内容都是他和其他女孩子 在一起的开心快乐 这是让我十分接受不了的 就因为这一件事 他一直在和我争吵着 我试图去改变现在所发生的情况 以及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不过他都还是那个样子 我对的那么好 他却和别的女人在外边而鬼混 我真的不理解 难道我也是他什么时候的一个过客 才让这个也显得那么空虚 每个人都有秘密 我在你的日记本当中发现了你的秘密 这个秘密让我害怕 我会不会成为你的过客 日记本中到底记载了一些什么 让相爱的人产生了这样的距离 掌声请出这对主人公 来 有请 男主人公杨毅26岁来自黑龙家 婚礼私宜 年收入8万元 女主人公王静祺23岁来自席林 婚礼策划年收入3万元 来 有请留情了类 一个是婚礼私宜 一个是婚礼策划 是通过工作认识的吗 对 是工作上认识的 起初他是一个婚礼策划师 我是接到了一个婚礼公司的邀请 来为他们讲一些婚礼策划的课程 从这以后两个人可能有了相互的好感 在工作中产生了好感 后来是谁先表达的 也没有谁去表达什么 就是不知不觉吧 两个人都不想有着好感 就慢慢走到一起 同居对不对 同居就发现了日记本 对 是在收拾房间的时候 无意见就是 因为他的好多书籍嘛 好乱 我就整理的时候 掉下一本东西 我就打开了看 一开始日记 日记本里记的是什么呢 就是写着 他说工作压力大 去那个酒吧去宣泄一下 和一些其他的 酒吧里边的女孩子 在一起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当时什么感受 无法接受 这对你来说应该不算是个事是吧 对我来说在我周围这个氛围 应该是挺正常的 因为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圈子 还有我的工作一些压力 我感觉是正常的 你觉得是正常的对吧 对 我不知道你介不介意说 让我们也看一看你认为很正常的日记 可以 可以是吗 可以 来 小杨您给我们读一下吧 你帮我读吧 OK 前面是说今天我又去了酒吧 然后就碰到了一个女孩子 这个抽烟的女人 她觉得很性感 对吧 对 下面写的就是 这个女孩子回头看她 看我眼里面充满了欲望 我心想又是一个空虚的女人 我鬼上身一样跟她回家了 我有深深的负罪感 觉得对不起我的老婆 说的是女朋友对不对 对 这个还有很多是吧 对 都是 还看吗 还是不要看了 什么时候发生的 这个日记本事件就是你看到了 大概今年从家回来的时候 每天 你问她了吗 她怎么说 她就解释是为了 因为工作压力大 去 也就是和朋友去玩 但是 里边内容 不是她说的那样 也不是她 我感觉她 认为自己是对的 但是让我根本就接受不了 我草草地翻了一下 大概杨先生 在那个酒吧里很厉害 碰到什么样的女人 都能拿下 这个日记本 基本上是记得这个 就是拿下 不同的感受 是什么驱动你去呢 在婚礼的舞台上 我不可以有一句错话 也不可以有一句错词 没有人会给我一个重来的机会 所以那种压力 是我无法表达出来的那种压力 不会啊 你说错就说错了吗 有的时候你的一句话 一句错语 可能会让人家对你 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后有一回我把人家新郎父亲的名字 读错了 然后在下载的时候 很多人看我的那种眼光 就令我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当然家人也是非常对我不满意 所以从那以后 自己身上当走到舞台上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不再是我了 我是在刻画一个人物 我要把这个婚礼去打造好 去做好 那你的意思就是像万峰老师啊 于稷敬老师啊 就应该天天都泡在酒吧里 可能不一样 我们都应该天天去泡 都有压力吗 每人宣泄的方法会一样的 我只有在那种灯光和那种音乐下 我才能感觉到自己所有的压力 才能释放出来 可是你就是灯光和音乐的话 你不是已经释放了吗 为什么还有什么这样的女孩子 那样的女孩子 你要跟他们回家呢 第一次吧 第一次我和我的朋友去酒吧 当第一次到那时候 遇见了一个女孩 之后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 当有一次我再去酒吧的时候 他和一个别的男人在一起 我上去问他 他就告诉我一句话 很简单 你只不过是我说命中的一个过客 等于你在酒吧还被人伤过是吧 对 从那以后我就感觉 我应该把这些还给别人 我就在做那个角色 你爱他吗 爱 很爱 但是你又不得不到这个酒吧里面去 找各种各样的女人 叫烈焰可以吗 可以拿另一首这个词来比喻吧 有意思吗 你去酒吧喝酒还要花钱 还要猎人 还要被别人猎 那还有我去酒吧还有一种 是因为什么呢 可能我身边有的会比我很强的人吧 有的时候人家叫你去玩 如果你要不去这个酒吧的话 可能第二天你们这个朋友做不成了 那就不做呗 这叫朋友吗 因为这个人肯定是对我有帮助的人 如果这个朋友不做了 对我的经济收入会有很大的影响 天天就这样吗 也说不上第一个月 两次到三次左右 你习惯了 习惯了 我看你这上面写得好像你们还打赌是吧 对 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女孩 每个人会赌今天晚上去哪 就是去哪吃饭 如果把这个女孩泡到了 那么明天可能消费都是差的 如果我泡不到 今天加明天所有的消费全是我的 你不觉得愧疚她吗 曾经我感觉我做的很对 但是最近我们两个一直在吵 吵了很长时间了 所以这段时间我也在想自己做过的一些事情 我现在知道自己有一部分肯定是错的 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也是身不由己 你告诉我是控制不住自己 还是说我其实挺享受那个过程的 控制不住自己应该这个 有办法 比较大一些我这方面的缘故 你在守着她 你没摔门就走 没有 毕竟感觉相处两年多了嘛 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 想放手 但是还舍不得 我这个日记是因为编导告诉我说 征求了你的意见了 所以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都翻过 有一篇日记大意就是说 你说我是一个很瘦弱没有安全感的人 但是我今天碰到了一个女孩 她说她穿着我的这个衬衣 她说我很有安全感 我觉得什么什么 就是在两个女人之间做比较 你看到这个时候你气氛吗 对 当然了 就是感觉突然之间 可能是感觉这两年还是没有了解透她吧 这两年实际就是 你们交往这两年的过程里 你一直在这样对吗 那你出去跟那些其他的女孩开班房 你没有同居在一起 你夜里还回去吗 我有的很多时候晚上都是加班 因为也是晚上有采牌的时候嘛 一晚就住在公司了 也就是说你并不知道她的行踪 小杨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 见谅 得保重身体啊 别染病啊 这太可怕了 我看你日记这频率不得了啊 曾经啊 你不怕吗 曾经没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情 你真的不害怕啊 没想过 其实我就说一句话 你要是我妹妹你就跟我回家 绝不给机会 但是我不知道专家们怎么看 来 真心求比特问卷 万老师 现在的年轻人我真看不懂 难道就仅仅是因为一个代沟吗 婚礼司宜不好当 是有一定的压力 但是这个压力不至于让你去跟不同的女性去鬼混 我现在跟这个姑娘说的什么呢 你辛辛苦苦在家里伺候她 给她料理什么 然后人家在外边鬼混 你以为是加班 对吧 你心里很不平衡 那你说你还爱她 难道真的应了平时那句话了吗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你爱她什么 你想想你还没结婚 如果一旦结了婚 她能改掉她这些臭毛病吗 能改 你想改那么容易吗 听听黄老师怎么说 有一个题叫带牙齿的爱 也就是说只有你爱的人 他才有能力来伤害你 所以其实决定要不要继续被伤害的权利 在你自己的手里 这一点我跟汪老师很一致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谁没有一点压力啊 我就不相信 我就不相信 你们在旁每一位都没做过错事 我告诉你 我男朋友三个月都没回来了 我都没跟任何一个别的男人 去看过一场电影 什么叫爱啊 我觉得现在普遍爱无能 什么叫爱无能呢 没有能力去守候爱情 没有能力为爱情去付出 不记得的想着 没有能力去相信爱 为什么那么多女生 那么容易被得手 也是没有爱的孤魂野鬼啊 不仅没有爱 而且没有事业 还没有涵容感 谁不知道 Happy那件事情也很刺激啊 但是Happy的后果是什么呢 你为你的人生有责任吗 还说你跟着谁 你的人生要跟着那种人混 你有什么样的人生啊 其实他也很清楚 为什么辛苦呢 没有选择正确的道路吗 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他也在写说 这样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 他看得比你还清楚 所以我要说什么 一个名字是堕弱 一来无法放弃 要去拥抱堕弱的男人 和一个名字是伤害 一来迷恋在伤害中 无法自拔的女人 两个都活该 谢谢 刘老师 其他两位专家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 情感的角度去剖析这件事情 但是在这个节目的现场 我一直在反对所谓的道德审判 就像小伙子说的一样 其实我们都有可能在人生的道路上犯错 迷失 刘老师 这个小伙子形成了这种状态 到底是什么 第一个方面 你觉得你受伤了 你希望让别人也成为你的过客来疗伤 因为你是一个缺发自信的人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希望用靠这样的方式来找回自己的自信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不自信是来源于说 朋友之间你的地位 你的收入 你说他们的影响 对 用一人来看的话 你的心态有问题 如果说你一步而不能大到一样程度的话 就像我们成为网络成瘾 吸毒成瘾 是一种眼 或者成一种痞 那叫心理变态了 那接着问题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是性成瘾呢 还是你的心需要 性成瘾 我要说一下 首先我胖女孩 有一半不是为了性 有的女孩 我跟很多女孩都在一起过 但主要这个女孩 我把她泡到手了 她能够喝酒 能够出去玩 我并非要跟她在一起 所以你的问题 她不是性成瘾 她是性成瘾 所以你缺乏的是 自信的一个训练 所以你应该提高自我价值 如果你心成瘾的话 任何问题都受伤不了 用很廉价的疼爱 来给你短期的甜蜜 但她不能给你一身的保障 千万不要相信她 她甚至连无条件道歉都做不到 我道歉了 你酸了吧 你还在这边面 我刚刚上来 你做了是什么事 她今天是你女朋友 今天我是你 我早就把你打西班牙拎走了 我说了 那是我的曾经 不是我的现在 什么曾经 这种事发生不应该发生 但是她发生了 发生了 你有态度吗 你找了那么多 一二三四的理由 老师们的话 没有任何女性 可以真正地原谅你 只要是自作自尊的女性 老师们的话 是要告诉你说 错了我们先认错 有了一个良好的认错方式 我们才知道怎么去改 不是 你现在连错都不认 她的错是根源性的 根源性的错误在哪里的 你没有意识到 你只意识到 你这个行为不对 造成了伤害 你没有意识到 这个引发你行为 背后的动机 你自身的动机有问题 你明白吗 你想通过这种 不正端的 所谓潜规则的手段 获得职业晋升 这是动机不良之一 第二个 你的人生动机 你和这些人玩玩闹闹 你觉得无所谓 反正你情我愿 互相互伤害 但是你没有想过 他们有他们的家庭 你有你的家庭 未来的人生正轨 全部被这些东西破坏了 你们现在很happy了 背后有多少伤心的人 在流眼呢 我觉得这是个人观点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在这么去 烈焰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你是猎手 其实你自己也是一个猎物 你不觉得很可悲吗 老师们是要让你意识到 这样的一点 包括黄老师说那个 我特别同意 如果说有人跟你说 哥们儿咱们去喝酒 今天喝了酒 这件事能做成 在这个酒吧里 你把一个姑娘给泡上了 我给你一单生意 如果连这种生意 你都做的话 你一辈子不可能出人头地 你原则没有了 这个其实是更可怕的 你看我们今天真的没有 特别骂你 用道德的大棒去打你 你给的理由是 因为我工作压力大 所以我要去那个 是理由一 理由二是 因为我曾经在酒吧 被一个女孩伤害过 所以我现在要去报复这些女孩 全是阴暗心理 理由三 因为我为老板做了这些事情 老板可以换来一些 我的成功走弯路的心理 就是你看你这三条心理 你做下来 你自己都会累 累 你累吧 很累 你多像一个两面人啊 你回家了还得讨好这个 我就问你 你难受吗 你告诉我 难受 所以千万不要再说 我没错 我用理由千万不要 真的认错 小杨问我问几个问题 如果 写日记的是她 你原谅她吗 没想过 没想过 现在开始想 你原谅她吗 不能原谅 不原谅 你会怎么做 其实她能 挺喊分手是吧 对 那小王呢 你听到这个反应后 你的反应是什么 是吗 拿那些小气 你知道为什么不一样吗 他都爱自己 这就是真相 他爱他自己 但你不爱你自己 如果你爱自己的话 你的尊严何在 现在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爱情是很盲目的 你非要说它是爱情 我也没话说 但是这种所谓的爱情 太盲目了 我们旁观者看的 真是太气愤了 晚风老师刚才说旁观者清 来让我们进入 踏浪旁观者清 我是近期的表哥 没上这个节目之前 我就已经劝过他 要把杨毅放弃 因为这样的一个男人 是不值得去依靠终身的 但是我妹对她的爱 可能已经是 无法自拔的地步 我现在想对杨毅说什么呢 如果你要不改正 你这个缺点的话 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女人 会把自己的一生 托付给你 我肯定敢 哥哥说了 这位是杨毅的妈妈是吗 对 妈妈听了些很不舒服 对不对 别人这么去说 自己的儿子肯定不高兴 对吗 不容易 还是我儿子做的不对 就妈妈应该最了解儿子 你觉得你儿子能改 能改 我儿子在家都挺听我话的 现在才听我话 已经一家两年了 就是各电话联系 怎么不在家 也不是在家的情况 现在我过来了 就是来找他了 你还是希望他们俩走在一起 对 其实结果是什么都不重要 而是原因在哪里 小杨你过那样的生活 你究竟被什么迷失了 你要找不着你真的改不了 曾经有一种想法吧 我认为我年轻的时候不玩 岁月大的时候我玩不了了 有这种想法 玩什么 女孩 我曾经年轻的时候不怕女孩 年龄大了我怕不到 但现在我不是这么想的 你珍惜他我能理解 有几个女孩会到这种程度了 还哭着傻傻爱你 所以我能理解你珍惜他 我不能理解他 为什么不珍惜他自己 如果你针对别人好 放人走 不要再甜言蜜语了 看不下去 我就不相信你们没去过KTV 去过KTV啊 喝醉过吗 喝醉过呀 我还真告诉你不好意思 我真没喝醉过 我做了这一行业 传媒和时尚行业 十几年了 告诉你不抽烟 不喝酒 不泡巴 不跳舞 甚至不唱卡拉OK 我照样开启公司来 当然都到现在 那说明你老了 说明我老了 你是错误的职业观念 我告诉你 我底下的女孩跟我讲 青春不卖也是会过期的 黄老师你有才有貌 为什么不妥协一下 我就告诉你说 你妥协的第一次 会妥协的人不可能有我现在 一个连自己的原则 都无法坚守的男人 不可能创出自己的事业 和自己的天地 我想说的是 我曾经是 我承认 我做的不对 是妥协 但是我还是爱她 OK 其实我跟你说 今天为什么专家会 对你这个特别集中 或者大家情绪比较过激 知道为什么吗 有很多人在看电视 就是你的一些观念出来 其实会毒害很多人 这是我们最害怕的 按理说你跟她说什么 只要她接受了 她接受了你 她原谅了你一切OK 对不对 你心里可以 你们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她原谅我就一切可以 但是你的一些东西 真的让人觉得特别可怕 我们要进下一个环节 我知道小杨今天 有个特别设计 来 让我们进入到 黄金六十万 小杨先开始吧 以前 我们几次唱过过 很多的女孩 你也听过 但是我今天 这首歌 就送给你自己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我很爱你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我很在意 在这座城市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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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在一起 怎么说相处两年了 有一定的感情 但是 就是 当我看这日记的时候 有一种 真的是崩溃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 我能不能够原谅她 我们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 小杨我不是你 如果我是你 我不会做错三件事 就在刚才那一分钟当中 第一件事 我不会 不听她的表白 而把琴交给别人 虽然我知道 那可能有现场的导演在说 拿了琴不好看 但是我想在那个时候 如果最重要的 并不是现场导演对我的要求 而是我把我心爱的女人的心声听完 我不会做的第二件事情 因为我听不懂 我翻译不出来 你的歌声到底想让她传达什么 如果我是你 我更愿意在这个场合 去真诚道歉 而不是说其他的东西 如果我是你 我不会做的第三件事情是 就是一个儿子做的事情 可以不对所有的女人负责 但是至少在这个世界上 要对一个女人负责 这就是你的母亲 所以我是 如果我是你 从今天开始 我绝不再做 让我母亲伤心的事情 你也有家人需要你去爱 他们也在爱着你 两位请回到原点 请回 来 请官们 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希望他们订婚 还是分手 来 请选择 好 87.04%的观众朋友 选择了分手 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五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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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的时候 全场的声音 很多人听见没有 珍惜姑娘 好吗 你一定要关心 我想通你这话 我真的觉得 一个傻女孩 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笑话 我只希望 这个男孩 你真的可以把握她的赏 因为没有几个人 跟她这么赏 珍惜她们 我们不怕成为笑屏 我们真的不怕成为笑屏 其实我觉得 只要她们幸福就好 来 漂亮的小花童 好 谢谢我们的小花童 感激 感谢天津 东西佩奇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 精美的订婚钻件 我提个要求好吧 看看这个职业压力这么大 人职业状况怎么样 你来支持一下 好吗 可能今天通过这个节目 一个曾经犯了很大错误的 一个男孩子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经过了很多人的责点 也许很多人都不会相信 他们两个 会有一个怎么样好的未来 但是请你们记住 今天的这个男孩 会见证 他今后要做到的是什么 如果你们以后 再从酒吧会看到这个男孩 相信 他不会再是这个男孩 在这里我也要向我们现在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不要做我曾经做过的事情 也许你们到现在还不相信我 但是我会用我之后 今后所能做到的一切 来证明给你们算 如果以后从今 有谁会再看见过我在酒吧里重现 请你们再把我拉出去 狠狠地痛揍一顿 拉着手 走吧 想说的话特别少 只有一句 祝这个傻姑娘得到自己真实的幸福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坏男人会那么多 为什么 傻姑娘太多了 这就是辩证法 我做了那么多的 不该做的坏事吧 当同人在转过来 转过来的那一叉大 当我在看见他的时候 感觉很意外 所以我以后绝对 不会顾过我的这方面 我不用我所有的全部去照顾 刚才都是一些情绪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没有真爱 就祝你们幸福 作为三位专家当中 唯一的女性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如果一个男人可以爱你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一辈子 但是他永远不向你表白的话 你会怎样 我向他表白啊 你向他表白 如果执着了几十年 突然有一天他向你表白说 嫁给我吧 你会嫁吗 这样一个男人 如果我单身的话 我一定会 一定会 看起来是跟黄黄老师 做了一个小的互动 其实我们下面的这对嘉宾朋友 他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看一看他们的对嘉宾朋友 三十年前呀 我跟博瑞先生认识的 当初我特别喜欢他 我在暗恋他 也没有告诉他 后来他结婚了 有些朋友也给我介绍我女朋友 可是我觉得一直没有好想利好 所以我就一直耽误到现在了 我十年前呢 离婚以后 在三年前又相逢了 我们现在呢 谈得也很不错 就想结婚了 他这个人啊非常好 可是呢 我们家也没有房子 他的房子呢也很小 就是十平米 他跟我结婚 他带他妈过来 所以我们现在 烦心的事就烦在这上 他自己的经济状况呢 也没有发展得那么好 加上我自己啊 又是那么一个要强的人 所以啊我总是想 这个在已经搭过一次 错车的婚姻上啊 我不能再错一步了 所以啊我现在呢 心情很纠结 三十年的苦苦守候 面对物质的时候 可否冲破障碍呢 来用你们热烈的掌声 请出这对主人公 来有请 男主人公国瑞 五十岁来自北京 公司职员 年收入四万元 女主人公郝小丽 五十三岁 北京税休 年收入两万元 来有请两位 有请 那么看他好深情啊 是不是年轻的时候 就是那么深情的遗忘 就忘了您三十年 忘不掉是吗 博先生 是忘不掉 介不介意回忆一下三十年前第一次见到小李姐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因为我们当时是工作上的业务往来 我发现这个人还真是不错 后来时间一长呢 我就暗恋上他了 你都没表白过 没有 然后我发现他结婚了 后来我当时特别后悔 我当时应该跟他表白一下 然后让他知道 那您当时他暗恋你 你没有感受吗 没有 价格不知道 人家都不知道 您就三十年不结婚 就为了等他 也接触过几个 我当时心里就老是有他 老拿他跟他们来比 看着别的女的就不太喜欢 就看着别的女的都不行 对 他是我最初的初恋 所以这个印记一落就落三十年 对 三年前小片里说三年前又相逢了 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在一个就是朋友聚会 这么一个场合下 然后我碰到伯瑞 他也听朋友介绍 说我离婚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联系了 有的时候打打电话 有的时候呢 出去一块逛逛公园 逐步的我们俩的感情就越来越深了 谁先提出来说咱们先男女朋友 伯瑞先生提出来 对 等了三十年终于敢开口了 对 我说的咱们现在虽然也都不行了 而且我也一直在喜欢你 我说咱们能不能结婚 就直接这么说的 对 当我知道她等了我三十年的时候 我特别的感动 可是呢 因为我离婚了以后吧 当时困难挺多的 我的母亲呢 从精神上到经济上都在关心我 并且呢 收留了我 如果能够结婚呢 我呢就想带着我的妈妈 可是呢 她的这个家庭这个现状呢也特别有限 他们只有一个十平米的平房 那是麻烦一些啊 所以不能结 所以就不能结 因为我们家的条件也很有限 您介不介意我问您一下 第一段婚姻为什么失败 我吧个性比较要强 那个时候啊 那个时候啊 也是他们家的那个住房条件也不是很好 我呢就是思想特别偏激 我就去那个让她呢 加班加点的去工作 到了单位以后呢 人家老说你怎么老在单位里待着 还有一些女人嘛 她的那个想法就有一些自私了 就把她给拉走了 其他的女人承虚而入了 对 那这房子就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 而且你听大姐的这个婚史 那没有房子就没有希望啊 因为我等她三十年 我爱着她三十年 我觉得她也挺喜欢我的 所以我觉得房子呢 应该不是我们结婚的障碍 不是您这十平米怎么住啊 不是还有个老妈妈吗 我觉得她妈因为她有儿子 让她儿子去养 如果今后我们房要大了的话 也可以给她再结婚了 她也告诉我 她还有一点积蓄嘛 我就想让她买一间 比现在稍微大一点的房子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可是你说我要是说摆机器 我全都买了房了以后 今后万一有个病 或者说有个什么事 我怎么去照顾她呢 没结过婚肯定没孩子 对 是不是还担心想用那点钱 给自己做一个养老什么的 觉得更踏实更安全 对啊 也有这方面想法 两位现在的这种吸引走到一起 是不是真的一种爱的驱动 还是背后有其他的东西 让我们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 我知道这个余老师呢 有他们的那个问卷 对吧 你看到了什么 从这个之前的心理测试当中来看呢 这位博先生去爱一个人这么执着 同时也说明他比较固执 那说到这儿呢 恰恰想说一下郝女士 郝女士刚才也承认说自己比较强势 对吧 你给你的前夫出了难题 对 他做不出来 做不到 最后呢 他逃避了 其实你在说 我今天我希望改变一下我自己 但是你没有改变 你还是在重蹈覆辙 仍然在给博先生出难题 所以三十年的爱情 多么让人羡慕 任何人都会说 你们走在一起吧 你们订婚吧 你是说任何人都会说是吧 我是这么感觉 就算我是这样感觉 黄老师 你觉得他们应该走在一起吗 我的看法是 有什么比老来伴还重要的呢 找爱情 其实到最后 你会发现是找一个伴 他并不是找饭票 也不是找生活保障 如果你要求你的爱情 你的爱人 除了爱你之外 他还要保障你的人生 甚至还要保障你母亲的人生 那我觉得你对你的爱人要求太高 好 黄老师 博先生爱了对方 郝女士 所谓暗恋了三十年 但是我除了这一点 我看不出有任何他们两个 可以走到一起的理由 我认为这二位啊 都生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 尤其是这位博先生 哪有说当初喜欢他 然后就人家嫁人了 我就莫名其妙爱他一辈子 吃情哦 吃情你吃的有道理啊 这是不是你的思想有点保守了 你看人家黄老师说 这样男人一定要要 你听他的 你听他忽悠啊 博先生不是说 不是说博先生人不好 但是你人好 不等于就能做老公 老婆结婚的人到了五十多岁 五十岁左右 他肯定有些生活习性 我们一般人是觉得有点怪的 余老师会吧 专家给分析一下 这个从一般道理上来看 应该是会的 因为像万老师所说的 人的性格 如果这个上时间下来 没有结婚 没有在一起 一定是跟结过婚的人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有自己的习惯 万老师说 其实是反对他们的 你的意见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祝福的吧 因为两个人应该相爱是一定的 只是说两个人 彼此他们有 把这个条件放在面前了 不是 我不同意 我认为他们俩的相爱 是非常虚的 他建筑在沙滩上 这是很可怕的 一旦真正的生活在一起 我告诉你 我不是胡说八道 你们真的矛盾重重啊 你们过不下去的 不会 人家 现在是啊 现在你没在一起生活 黄老师怎么了 我觉得 你要知道 他若是还有凡有车 他已经是一表人才了 而且收入稳定 作风震派 这是街上有多少圣女 您知道吗 所以啊 这也是我的一个纠结之处 我要是你不顾一切 先抓住再说 你是不是这个深有感触地说 你看 现在有钱了 想找一个 他真爱我的人 我都不知道他爱我的钱 还是爱我 我还不凡告诉你 我男朋友还真是 硕士刚毕业 没房 没车 没积蓄 后来呢 我们就在一起呗 这有什么呢 你要先有能力 去保护你的爱情 先和爱你和你爱的人在一起 然后遇到困难再说 什么时候出嫁 年底请你喝酒好吗 太好了 你干嘛不要 那边上 我和我结婚 这什么人呢 但是我再强调一句 他们所谓的爱情是虚的 想象当中的爱情 班老师认为说 这三十年实际是一个虚幻的三十年 虚幻是一个自我构建的三十年 然后在考察了两个人 讲述的各自的生活经历之后 会发现其实两个人的性格上面 是不太一致的 两个专家说应该走在一起 一个专家说坚决不能走在一起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听听观众和朋友们的建议 进入踏浪旁观者清 您是 我是博瑞老街坊和老朋友了 您对这个事怎么看 我支持他姐 为什么说支持姐 对 因为我旁观怎么知道 三十多年吧 确实不容易 像这种情况 这种爱太少了 您做不到吧 我还在考虑考虑 那位是 我是那个郝小丽的那个特别好的朋友 说一不好听话 博瑞确实这个条件那么刺 我是挺不赞扬的 因为小丽吧 我过去也给他借来过 这条件怎么刺啊 你看看 五十岁 未婚 三十年守候一个女人 年收入有四万元 怎么了 他们俩没在一块生活过 是吧 如果他们俩真要生活在一块 小丽的个性 确实受不了他这样 因为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我是最了解他了 有一年吧 是在前几年的春节 小丽给我打电话 就说 姐姐早认识你 我不会离这个婚的 其实我最喜欢我这个丈夫了 我这丈夫就当初没处理好 所以造成这样 到春节就打电话 也就是说 大姐实际现在对于她离婚这事 还在思念 对 我这么想 小丽是最痛苦的是什么呢 如果要真跟她结了婚了 过了五年三年 啪又离婚了 你说怎么办 小丽往哪儿去 你说我是她姐妹 我看到难道她在大街上待着吗 大姐您觉不觉得 您太印象情愿了 我觉得您这种做法吧 和第一位教授和那个老师说的一样 我觉得您特别不现实 您不犯了 因为我是最现实的了 如果她条件特好 因为我是最理解她的了 您听我说 杨振宁教授 82岁要找28岁的温藩 凭什么找你50岁 年纪2万 因为啊 小丽呢 我现在说啊 就是博瑞 她多么纯洁 多么善良 就等了她30年了 小丽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房子问题 才跟他们 跟着弟弟闹矛盾 甚至打了110 跟他们家春天闹特别不好 我就想小丽 我就 我理解您要说的 但是拿婚姻去 她妈妈也是反对这问题的 您听我说 拿婚姻去换房子 第一是不对的 不是这个问题 第二 你凭什么拿你这样的婚姻去换房子呢 你还年轻暴美吗 有艺人爱你30年 记得是你初恋的那种美好影像 如果是现在才认识你 你有什么条件 让人有房有车的男人去觊觊的呢 那我 我要说了 我不同意皇冠 不是 我觉得你这 我也是 正因为 正因为我等你30年 你非得嫁给我啊 没这个道理的 不是 是因为等30年 这才可贵 因为是你有钱了 别着急啊 来男生啊 我现在建议是两个人不要在一起 为什么 我建议两个人还是试下婚吧 试婚啊 来来来来 你为什么试婚啊 单身30年了 那还是处男吧 所以说 大姐 您能接受一个 没有什么性经验的人跟你在一块 刚刚那几位老师也说了 这么多年一个人单身下来 说不定有或多或少会有点 不同于常人的习惯 所以说 我还是希望两个人试下婚 我现在需要女孩子 不会那么理性的 咱们感受一下 一个男孩等你30年 你会那个嫁吗 客观讲我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30年都没有去了解 我觉得以后的30年也不会了解 谢谢 谢谢 看起来好像场面上很热闹 大家其实都提出了各自的一些现实的角度 供两位来参考 来进入我们的黄金60秒 大家先开始吧 我觉得 一个人 有多少个30年 这30年 让我等得好辛苦 房 虽然是小了 但是我觉得 那毕竟是咱们温馨的家 我真心的爱着你 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地考虑 博人 感谢你 真心地等了我30年 感谢你的对我的爱 我会把你当作我的好朋友 真正地关心你 希望你今后生活得更加幸福 这次大姐发自你内心的话是吗 真的希望吗 您还那么坚持吗 来 请转身 回到你们的原点去 谢谢两位 来 请关门 现场的观众朋友 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 在你们的心里 觉得这两位应该走在一起呢 还是像现场一些专家 和观众所说的那样 务实地分手 请选择 来 现场61.82%的观众朋友 认为他们应该分手 一起来数五个数 看看我们的嘉宾朋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来 5 4 3 2 1 请开门 5 4 3 2 1 请开门 1 2 2 3 2 3 5 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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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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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6 7 6 7 6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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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8 8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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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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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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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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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认识的那么远 一个四川一个黑龙江 我们是在同一家传媒公司的同事 时间长了日久生情吧 那不是挺好吗 是啊 可是最近出了一点点小问题 什么小问题呢 这段时间吧 我的前男友 他通过朋友找到我 就是说想要和我和好 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他了 而且我们两个感情很好 这不就行了吗 他现在总在怀疑我 小李你怀疑什么 他老是背着我打电话 其实我真的不想告诉他 是因为我不想再想起 以前那些不堪的历史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说你不告诉我 他永远会成为你的秘密 也会成为我们之间 存在障碍的一个秘密 现在还有这个秘密吗 现在他就是知道 我经常会接前男友的电话 但是他不知道 我们之间的以前的事情 没有告诉他 当然想知道了 我感觉真的没有必要 两个人相处在一起 如果说你有了秘密 我也有了秘密 我是问这样能长久下去吗 我在这就插问一下专家 热恋当中也好 生活当中也好 要知道那么具体吗 如果你们的话 你们想知道那么具体吗 麦老师 当然需要知道 你干嘛老接莫名其谜 王老师同意 麦老师的看法吗 我认为说 如果已经完全过去了 他如果不问 你可以选择不答 他问了你 仍然不答 我觉得是你的问题 小李你觉得 知道真相好吗 可是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会更痛苦 其实我就是为了 维持我们两个关系 别怕 说给他听 说给他听 其实是在两年前发生的故事 你特期待吧 期待很久了 有半年了 你先听他讲 还是先见那男的 男的 对啊 前男友吗 你敢吗 所以真相有的时候 很可怕 逗一下就受不了 我还是想知道 想知道是吧 其实我感觉 只要是你知道 我是爱你的就可以了 为何要知道 没事 说吧 为什么一定要追究的过去呢 你说谁没有过去呢 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相处两年了 在你接到这第一个电话的时候 之前 我们是不是很相爱 是 但我一直对你都没有变过 可是 我是问你 这半年来 我们过了什么样的日子 有时候一天好几个电话 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空间吗 都给了电话 小李 一个人老跟影子站着 没什么意思 是吧 来 我真的让你认识那个人 我先让你认识的那个人 知道了 你现在的女朋友的状态 我们再来讨论下面那些话题 我先给你看 看影像 人来不来 我们一会儿再来做决定 好不好 来 我和他 我们两个人是非常非常相爱的 我们两个在一起已经两年多了 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我已经结过婚 而且还有个孩子 他就一直怪我 问我为什么不告诉他 我一再给他解释 可是都无据一事 终于有一天 那是他生气走了 离开了城镇 后来我经过东方打钉 才知道他来了北京 所以呢 我为了证明我对他的爱 我把公司也给完美了 也说 我说我媳妇离婚了 孩子也没有 也给了前妻 我就是为了来北京找他 有一天 我终于在北京找到他了 可是他这个时候 还是不想原谅我 我一再解释 我为了他 真的付出了非常非常多 在找他期间 我还出了一次 非常重要的收获 到现在我脸上 留这个疤 就是我当年 为找他出了收获 我希望呢 他能给我再 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因为我真的真的 非常的爱他 这是真相 是吧 是 真相 怎么了 我刚刚听见 他说 你们在一起两年多 现在来找你 你当时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跟他分手吗 已经分手了 所以我不想提以前的事情 我明白了 你跟他提了分手 分手的原因是 我们两个之前感情很好 但是在一起时间长了 我才发现 他是一个有家的人 他有孩子 有老婆 我当时我就感觉 我真的是上当受骗了 皇上演员 这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调到了一个已婚男人的陷阱里 是 他一直在隐瞒我 发现了以后又纠缠了一段时间 前前后后的情感经济两年 对吧 对 你不觉得你刚刚讲的故事 仿佛我就是 我就是跟他 跟你的处境一样 自始至终你没有告诉我 你有一个男朋友 但是我们都已经是分手了 做了断了 怎么了的 我发现他有孩子 有家以后 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可是他说让我给他机会 他会和他老婆分手的 可是他总是一推再推 因为他离不了婚 所以你跑了 是 是跑了还是跟他说 我们分手了 这话说没说过 我没有说 好 也就是说你自己从深圳是吧 对 就跑到北京了 就到了北京了是吧 是 现在困扰你的是什么呢 半年前吧 他就 我第一次接到他的电话 他说他要和我见面 我就出来见他了 可是见他了之后 他说他想要和我和好 他已经把所有的事情 都给处理好了 他说他和他老婆离婚了 公司也给了他的老婆 孩子也给了他的老婆 因为已经过去了嘛 而且我现在已经有了 有了他 我不想 有了我 你就不应该这样伤害我 你经常接他电话 我就问你 有什么这么重要 非要避开我 有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 维持我们吵过多少时间 你自己心里有所 对吧 所以我感觉 爱我就是 没啥吵吵 是不是最近你这个前男友老 老纠缠你啊 他说了 当初是我不给他计划 我走了 可是现在他把什么都处理好了 我又不要他了 他现在脾气变得特别暴躁 他把所有的 他现在这种处境 都归结到了我身上 就说我们必须要重新做好 所以我才一直没敢告诉你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什么 只是见过几次面而已 有些问题想问你 看他的样子应该比你大不小的 是 你们当时怎么会在一起 按时间算的话 当时你应该只有十七八十 对 你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 那个时候年龄还小 跟他在一起呢 怎么说 他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而且怎么说呢 那个眼满足了 我一定能去上心吧 你知道这对你有什么好呢 小李 我们看专家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能给你制一些什么招 好不好 来 进入我们的真心秋比特分教 首先说一下小李吧 爱是自私的 有可能爱一个人 就可能是占有一个人 所以你现在你爱他 你占有他都没问题 但男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和女人不一样的 就是男人不但想占有现在 还想占有过去 这是最可怕的 我承认 我是一个很小心爱的男人 那我想说的是呢 今天小李已经把所有事情摊开了 小李今天你是一个男人 大多一点 一切都OK了 隐瞒的意思是什么 我认为我的过去不光彩 所以这个事不是他判断的 是你判断的 我不相信 这个不光彩的事情暴露了以后 你依然会 像以前一样 爱我 其实这代表着 不自信 也不信任 这才是你们 爱情的问题关键 第二个 我来说一下你的问题 你认为你能搞定 事实上你真的搞不定 逃不是方法 瞒也不是办法 所以你绝不是一个成熟 稳健 能处理问题的女人 当你自己无力处理的时候 最可以依靠的人是谁 还是 所以我相信你的答案已经有了 其实这个男人受伤 并不是说你瞒了他 也不是说这事多大 是你根本也没有相信 他有力量来保护你 然后不要说这是没多大的事 你知道你在雪山之巅 你放一个球往下滚 他到底下就是 就是一个雪崩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问题越堆积越成问题 我倒不完全一定赞同他的观点 但是我觉得你们的毛病在哪呢 你跟那个第一个 跟他在一起了 你跟他是不是也在一起了 你们这个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啊 你明知故问 你又说了 对啊 你们这个在一起 动不动就是同居了 要命就要命在这儿 他现在纠结的是什么呢 你跟那个男人谈恋爱 谈的肯定里面有很多问题 他不能够接受的 小李是吗 是 下文当中 我就是想跟他一起去面对所有 真的吗 真的 站过去 你不是跟他一起面对吗 拉着手面对我呀至少 真的面对吗 只要太能我就能 中规的老话叫旁观者清是吧 咱们下一个环节 就是旁观者清 今天的旁观者不是一般的旁观者 来 踏浪 旁观者清 你做好准备 当面见他的男友了吗 前男友对不住啊 这跟他没关系 要请来也是制作单位请 也是我们请 见 那个先生姓什么呀 姓刘 来刘先生 有请 先介绍一下好吗 这个 是我现在的男朋友 他现在爱的人是我 既然你们已经结束了 希望你能够 祝福他 而不是骚扰他 主持人应该就让你给你 就让你向我介绍你自己 没有让你说那么多话 我们已经结束了 真的 我们真的不合适 希望你不要打扰我们 审核 我现在真的已经为了你 驱离自散 把所有的一切 现在 现在一切一切都没有了 而且为了你 从深圳 跑到北京这么远 还出了车祸 现在我 只有一个目的 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 我现在已经不爱 只要有一些机会 我绝对会努力 你这个爱就不纯粹了 你是强行的战友 不管人家爱不爱你了 人都在变化 我爱你 你就得爱我 你就得嫁给我 这就不叫爱了 这叫霸道 你真的爱他 如果他真的 现在不想跟你好了 你爱他 也是希望给他幸福吧 人家现在觉得跟你不幸福了 那你为什么还强行来呢 当时我们两个 但是这是非常非常相爱的 对啊 曾经非常相爱 你要知道 你们相爱的基础是什么 有一个基础是欺骗 你没有很痛快地告诉他 我有妻子 我正准备离婚 你没有告诉他 我反而想跟王小丽来说 真的 你无法控制另外一个人怎么讲 他今天肯定已经 陷入陷入某种纠结 我不相信我们能够劝他 他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 但他刚刚说了一句话 他只要有一线机会 他就不放弃 那么你能不能做到 一线机会都不要给他 半线都不给他 我想重复再问一下 刚才老师问你的问题 问谁 你能做到吗 好 小丽 我能做到 一点机会都不留 是的 我能做到 既然 今天既然他都已经来了 就把话都给说开吧 刘先生你看到这一幕怎么想 我要坚持我自己的真爱 小丽 为什么刘先生会说这样的话你知道吗 是你给了他机会 你的犹豫 你的不自信 给了对方机会 而不是他给机会 争夺才叫机会 对不对 有些东西我想放的时候 就不是机会啊 怎么会呢 来请站回来 如果说这个节目开始 一直到刘先生的上场 是在考验小王 爱也好 内心的承受也好 下面是考验小吕 对这份爱也好 来一起进入 黄金60秒 今天的表白和以往的表白 大概都不一样 今天有一个男人 在见证这个表白 他还是一个情人 就不甘了 他就不甘了 高手 预备 表白 平大 不甘了 回来 我就不甘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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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